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菲安天娜 开始进入区选 这样现在真真正正还是香港 色微的政党里面还有民主党 现在在下个月中接受提名 民主党中委会星期三二十日 通过推荐八名成员参选 据了解包括主席罗建希 在新选举制度之下 参选需要取得三会成员提名 哪三个会 分区会 防火会 灭罪会 即是说现在你要选区议员 首先他就放了出来就是一个门槛 而这个门槛不是有民主成分 即是说将香港人踢了出去 而这三会成员究竟是什么 怎样拿到现在政府都未公布 当然如果你问建制派 他们一定知道怎样搞定 但是对于其他的不要说民主派 或者独立人士 那么这个门槛把出来 你连找谁都未知 所以罗建希他说 敦促民政署提供各区的三会成员名单 联络方法 说给人家听 选区会均有责任公开相关资料 令到有意参选的人士 能够接触提名人 即是说你不给我 我怎样找得到呢 他说得对的 罗建希 即是他不只是说民主党去参选 或者民主派 或者有些独立人士 或者他觉得区议会现在做得不好 他肯加入呢 但是你见到整个架构 连讲给你听 怎样找到这三个三会的成员 拿提名的方法都没有 的国民政署 那当然了 麦美娟出来说 你上网找 即是怎样 即是说这种态度 你找到便找 找不到便找不到 至于为什么民主党 之前说希望有十个人 但是现在连着罗建希出来 都只有八个人 那你就知道连民主党 死心的人 的党员都不少 那当然 罗建希 他指望能够在议会内 讲出代表香港人的声音 在体制里面 现在见到很多都是主旋律 大家看新闻感到很奇怪 哇 那麽荒谬的说话 很多市民根本不是这样想 如果体制里面 可以有少少这些声音 新闻里面都可以有正常的思维逻辑 这件事对香港市民 未来都很重要 在现在区议会不能够影响大政治 他说即使跟过往比较来讲 以前是自由开放的社会 其实都不能够相美 但是希望透过地区工作 为留下来的香港人服务 以及建立社区的联系 对于选民接受的程度 罗建希认为参选 不会是所有人都支持的决定 一定有些人不同意 觉得我们是不对错 但都会有市民同意试一下 好过不试 有人好过无人 这个当然就是现在罗建希主持的民主党的态度 你问我我再说一声 我绝对支持 我经常都说留下的香港人 肯定有些事情可以做 是不是 我们未必影响到大政治 但是我们始终都能够有资源 而如果这一届 能够有几个或者十几个人 进入到区议会 虽然影响不了大局 只是区议会主席 即使你爱国者都没用 因为每一个区的区议会主席 都是民政署主任 就是说他有权给你说 不给你说 其实能够在政治发挥影响力有限 但是起码在地区工作 甚至很多地方 一些业主立案发团 或者一些不合理 起码多一把声音 也都可以有一些传媒 当然了不是所有的传媒 可能你也都见到的 有一些叫做相对低的 就是说不是主流 不是爱国者的传媒 他们都还有少少空间 就是在体制里面 访问一些不同的声音 罗健熙说得对 我们经常都听到一些很荒谬的东西 就是够说当秘笔 说了当做了 但是在地区来说 以民生为主 你现在看到蛇齿 饼肿 然后整个关爱队 就以黑与十号风球 你就知道这帮废人在做什么 如果有一些另类的意见 能够进入议会 起码有多少的正确声音 做到出来 其实对于留下来的香港人 这件事很需要 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几次 就是说有些独居老人 他们需要别人关顾 需要别人看 当民建联 工联会 他们不需要有任何的选票的压力的时候 这帮人就会慢慢失去依靠 所以民主党出来选 无论他选到 他选不到 起码对于建制派来说 都有某种的压力在那裡 但是最怕的就是 连提名都拿不到 因为提名的那个门槛 明明确确放在那裡 不单止是这样 其实民主党来到今天 依然苦苦尖餐 我都算佩服他的 连饭你都不给你吃 连会议都不给你开 而之前过往 最支持民主 为我们香港风风雨雨 各区大佬 你都看到他们消声匿迹 留下一些终生代 继续在那里顶 如果这次民主党 不能够有机会进入区议会的话 连这个微弱的势力 我相信民主党 已经到现在 已经瓦解了 起码五分四 留下来的人 可能实际上 只剩下二三十人 如果这一次的区议会 都过不了的话 很有可能 就变成了 社民连一样 四五行动 民主第一大党 都会消声匿迹 不同意 不要紧 但是有得选 始终都是一个机会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